王轩没有不安,没有距异,始终很沉稳,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,还会害怕他们几人不成。 他直接开口,我想为超凡续命,让神话延续,你们能改这种命吗?可以实现我的愿景吗? 你的要求太高了,我们是想改你自己的命,而不是要改变这片宇宙的正常轨迹,神话偶线还行,超凡不会有常态。 引发男子的这种回应,让王轩颇感意外,对方似乎还真有些了,知道一些什么。 详细说一说,没必要,做不到的事,谈论也无意义,你想为自己改命吗? 比如,你的人生高度,你的生命厚度,你的历史地位,我们都可以帮你改写。 一位漂亮的女子开口,她拥有一头紫发,如绸缎子般光滑,白皙的面孔带着笑,一副很自信的样子。 她的口气不算小,改命,可以让人生达到全新的高峰,让历史地位都因此而不同,这种承诺就有点傲气了。 你们想怎么做? 王轩冷静地问道,一点也不上头,她怎么会需要别人为她改命来实现这些? 再说,这些人究竟什么来头,她心中早有谱了,虽然表现形态略有不同,但是本质一样。 自然是取代你的精神,替你完成心愿。 子发姑娘笑道,很柔和,但是却也有种破人的气息。 直到这时,青木才向有所觉,向左右望了望,可还是什么都发现不了。 圣灵,吃了我的元神,入主我的身体,娶我而代之,以此来完成我的愿景。 有些可笑啊,先杀了我,再去完成我的遗愿,这就是你所说的改命。 能够感知到我们的人极少,你是罕见的一个,但却对我们误会了。 紫发女子摇头,银发男子微笑,道,我们吃掉,不,我们收走你的元神,存储起来。 我们的精神入主你的身体,帮你完成梦想,实现你的愿望,当然太离谱的也不行。 走完你的人生高度与厚度,待到后期,我们累了,倦了,自然会将身体还给你,放你回来。 你看,有我们帮助,你的人生注定将会绚烂多彩,或许一不小心,会成为名人,在历史上都会留下浓重的一笔色彩。 王宣道,果然是你们,不同的圣灵,表现与诉求也不太一样。 我曾听闻,在古代时,有圣灵吃地仙的元神,取而代之,进入仙界,不知道后来怎样了。 这一刻,他想到了很多事情,圣灵的表现不一样,留下许多迷。 银发青年道,那是我们中的异类,全面堕落者,甚至,它可能根本不是我们,是其他恐怖生物给你们造成了错觉。 不过,他真会玩啊,从人间开始,入主地仙血肉中,接续他的人生,进入仙界,和更为强大的神话生物共舞,想一想就有趣啊。 听闻后,我都想全面堕落了,彻底取而代之,沉迷进去。 王宣略显冷漠,对他们这种行为十分反感,道,你们实力确实不弱,但是,这样操弄别人的经历,改写别人的人生轨迹,不觉得过分吗? 你们是做儿戏,的确算是在土改别人的命运,由你们来定。 你们这算什么,游戏红尘吗? 还是将它当成一种修行,再获取某种体验。 紫发姑娘虽然美丽,但是那种不在意的笑容,却很不招王宣待见。 他开口道,你怎样理解都行,谁的人生不是一种游戏,一种体验,何必当真? 我们能给予你很多,真正的人生高峰。 其他几人,或者说是圣灵,也纷纷开口。 你可能不知道,你所尊崇的历史名人,甚至,赫赫有名的神话强者,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前辈入主了他的肉身,帮他实现了梦想,最后又将其身份还给了他。 嗯,我估计,有些神话功法都是我们的前辈创下的。 当然,只是少量富有圣灵的功法,可能是我们的先人所留,估计是入戏太深了,不愿回归,饱心沥血,再离去前留下明篇,成就了宿主。 还可以这样? 历史上,有些大人物,有些赫赫有名的神话强者,都可能与圣灵有关。 此时,连王轩都吃惊了,这些圣灵真能作妖,竟干出过这种大事件。 甚至,他都有点怀疑了,现在的这强者中,是否有圣灵取而代之,一直没有将那个身份还给宿主,有这样的全面堕落者吗? 想到这里,他就直接问,是否有这种全面堕落的圣灵? 紫发女子道,不知道,或许有那么一两个,比如,你说的那个吃了地仙元神,然后代替他羽化灯仙,进入大幕的人,没准一直陷在当中,没有远去。 我不用你们改命。 王轩表明了态度,他对于这些不速之客,有探索的欲望,但是,现在他是为接人而来,不想过多纠缠与分心。 你真不考虑吗? 我们很强,足以满足你人生九成的愿望。 引发男子开口,能有多强? 王轩从容地问道,真的不怎么在意。 同一片宇宙下,圣灵如果能逆天,依旧实力强绝,或许为他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。 就是这么强。 引发青年开口,身体散发银色连衣,向着王轩这里扩张,要将它覆盖。 这一刻,飞船不稳了,屏幕乱跳,各种精密器件受到冲击,有了很强大的干扰。 青木吓了一大跳,感觉见鬼了。 不要毁了我的飞船。 王轩沉声道,精神传音间,身体发光,挡住银色连衣,并阻止超级能量蔓延,无法再侵蚀飞船。 他随时准备全力震杀,如果对方真要毁飞船的话。 抱歉,没想到你们的飞船这么弱,落后时代很多年,去我们的飞船吧。 引发男子邀请。 几人刷得一闪,身影消失了。 青木,打开舱门,我去对面做客。 王轩开口。 青木愕然,当想到刚才见鬼般的动静,他立刻意识到,王轩和对面的人接触了。 他神色凝重,但却没有多说,按照王轩所说,开启了一个安全舱门。 羞的一声,残影划过太空,王轩离去,直接进入对方已经开启门户的神秘飞船中。 待他进来后,那名漂亮的紫发女子第一个动手,周身缭绕紫霞,抬手就向王轩擒拿过来。 像是神话功法,又似乎只是图具其形,但其精神力超强,赋予了他无比强大的手段。 然后,王轩一把就攥住了他雪白的手腕,格挡住他的攻势,第一时间和他的紫霞碰撞。 在很恐怖的超凡光芒中,两者间剧烈闪耀,像是不同属性的能量物质撞击,沸腾,散撞能量光云腾起。 最终,紫发女子倒退,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,道,能锁定我的身影,并压制了我。 其他人也吃惊,对于他们来说,很少有生物能见到他们,就更不用说锁定以及伤到了。 王轩没说话,这又什么? 老张曾手持铜镜,在三肾堆附近,匡匡的夯一个老宇航员,那可是一个肾亡。 紫发女子低语,是了,这片大宇宙回归正常,矫正轨迹,神话在消亡,连带着我们也都虚弱了,再这样下去的话,我们都会死在这里,再也回不了家了。 跟着共腐朽,你们什么身份? 王轩问道,我们几个都是科研者。 银发男子答道,见鬼的科研者。 王轩瞥了他们几眼,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科研人员? 我想知道,你们的世界,还有你们的动机。 王轩严肃地问道,按照传闻,似乎很难和圣灵沟通,对话,但今日这几人有些反常,他想探究一番。 感谢,在下林妹妹啊,谢谢盟主支持。 感谢,在下林妹妹啊,谢谢盟主支持。